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灵源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OK 我们现在来转化一下这样一个数据结构 对吧 现在是一个空数组 如果咱们在写的时候遇到问题 咱们再随时来转变这样一个结构 这都没有事 关键是啊 拿到这样一个数据现在很清晰的 你必须要把这个A给它分出一桌了 ABCD对吧 到Z一桌 然后这就是里面对应的每一个里面的相关的这个数组 包含以几个A开头的城市 B几个开头的城市全部得找出来 所以现在在这块的话 拿到原神数据 原神数据咱们给它点出来 RES.data 我应该再来一个点什么呀 再来一个点 再来一个点 再来一个点Cities才拿到这个数据 所以说现在我的数据 咱们给它写一个函数 专门来处理这个事 Z4.data hand到我们这个City这样一个函数 你把这个数据传给我 RES.data.data.cities 我要单独的写一个函数 我不能把所有逻辑全部写在这个里面来 这只是负责请求数据的 你把这个所有的数据传给我这个函数里面来 hand到City这个函数里面来 我自己写一个Methers 我在这里面来专门来 专心致志的来处理这样一个问题 对吧 这是我们这个DataList OK 打印这个DataList 我们对吧 准备开始处理了 现在这个处理结构306个 那对应了在这块的话 什么 以A开头 以这个B开头的 那首先我得先提前有一个什么呀 有一个A到Z的这样一个数组 将来我把这个A开头的 往这里面通过这个拼音 给它辨理一下 把A开头的全部找出来 放在这个数组里面 把B开头的给它找出来 但在这块 你要把A和Z 现在弄出这样一个数组的 就是说你需要先有一个什么呢 咱们叫做这个字母的这样一个数组 Letter Letter 咱们这样一个AR数组 你不会打算让我这样去写吧 在这里直接写 A 一直写到这个 一直写到Z吧 我要写26个 其实上写到无所谓 就是麻烦点 自己手敲26个字母 那在这块 咱们可以想一想 像这样一个数组来说的话 咱们有没有更简单的方式 有没有更简单一点的方式呢 咱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方法 在原生GS中 有这样一个叫做string 点 from 插扣的 如果65对应的是A 66对应的是B 67对应的是C 然后90对应的是Z 咱们可不可以这样 从65开始 然后加加加加加加加 加到90的时候的话呢 然后每一个 让它转换成这样一个字母 然后再存到这个数中 完全可以做到的 就在这没必要自己啊 去从而去写 所以咱用一个放射管就够了 放射管 VR I等于个65开始的 I 小于个91 I 加加 然后对应的话 把这个letter AR不断的去push什么呢 是不是咱们这个string点 trom 插扣的 把这个I传进去 大家来看一下 这样完事之后 我这个letter 这样一个数组 里面是不是就已经收集好了 26个英文字母了呢 运行之后 对吧 那我们已经成功了 有了这样26个英文字母之后 接下来的话 我就敢做一件什么事了呀 我现在的话 就可以新创建一个new类似的 这样一个数组 而这个数组里面的话呢 我要做这样一件事 我要把A开头的 挑出来 往这个数组里面 先添加一个 把B开头的 挑出来 往这个数组里面添加一个 把C开头的 挑出来 往这个数组里面添加一个 那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 我要开始便利这个letter 从这个letter的每一个 去挑我们的306个数据 是不是 从这开始 我们新建一个G等于一个0 G G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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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letter A22 这个数组的 letter letter AR这个数组的长度 然后呢 按每次加加 咱们在这 每一个从0开始 这加加 每一个从这边开始 然后的话呢 这个 A出来之后 跟这个数组里面 匹配出来 里面是带A的 把它给取出来 存到这个新数字里面 B进来之后 B 对吧 把那个301个数据 给拿出来 再存到这样一个数组里面 所以这样一个过程的话呢 就简单了 是不是 所以在这 你的原始数据在这 Data是类似的 那在这怎么过滤出来 里面是带A的 带B的呢 咱们在这 一用的方法 一就是咱们 这个什么方法呢 对吧 咱们在这可以写一下 我们自己写一个什么 AR等于一个 利用这个 Filter方法 看一下我这个 Filter过滤条件 写的对不对呢 你也知道 此时啊 此时 这个G 代表了就是咱们的 这个ABC 这样一些大写字母 现在我对于这个 原始数据进行过滤 这个条件是怎么样的呢 过滤的时候 会把这306个数据的话 进行一遍便利 便利的时候 我取出了Iterm Iterm 是哪一个东西 是不是里面这 每一个对象 然后我找的是 那个点拼音 这样一个 这个单词 所以说在这 点拼音 然后我取的时候 我应该是什么呀 把里面这个 手字母给他取出来 因为我没必要 这个匹配整个北京 我也没法匹配 我只能匹配这个手字母 我要取出第0个元素 的index 恶物 第0个元素 就是0到1 第0个元素 写错了 slice 对不对 我要截出来 截出来 怎么index sub string 我取出来第0个元素来 大家知道了 这一定可以把咱们 这每一个数据中的 这个手字母 这个拼音里面 手字母给截出来 跟谁判断呢 就跟当前这个J判断 跟当前这个J J现在是一个大写字母 咱们给它改成 什么呀 lower的这种 小写的这样一个字母 因为J现在是一个 A这样一个大写字母 那这一会儿 咱们看一下 这样来说 这个AR 是不是就拿到 我们想要的数据 来咱们在这 这个看一下 data list 306个数据 进来了之后 fielter进行过滤 过滤的时候呢 挑出来这每一个里面 这个拼音 substring 第0个字母 取出来是一个小写的 因为后端返回的数据 全是小写的 第0个取出来之后 跟咱们当前这个 G里面的这个 你要知道 第一个G呢 是A A进来了之后 对不对 to lower to lower 是不是拉了一个case 是不是这块 拉了一个case CSE 这样一个东西 lowercase 转换成小写字母 那这样来说的话呢 咱们就可以在这块直接匹配出是A的全部出来 放到数据中 是B的全部出来 是C的全部出来 那这样这个循环结束完之后 应该是26个字母中包含A的包含B的应该全部能出来 保存 咱们测试一下 看一下好用吗 在这里 对不对 我这个lowercase是不是写错了 这个是哪个单词 to J Letter 是吧 这是咱们的这个什么值 这块 这块写错了 是这个孙影值 这块写错了 最基本的这个地方写错了 OK 就便利完之后 咱们看一下 是把这个数据的话呢 就拿出来 是这样的吗 是我的需求吗 第六 咱们从这开始应该是一点点开始的 这个应该是全部是以A开头的 行吧 安山 阿拉善蒙 安庆 安阳 安顺 对吧 对啊 OK 下面这一个以B开头的 还全部是以B开头 下面这块是全部以C开头的吧 对不对 全部以这个D开头的 全部以E开头 但是好像还有一个空数组 空数组表示什么意思呀 可能没有以这个字母开头的 所以在这会儿咱们是不是将来还得这个判断一下 如果是空数组就别往那个这个类似里面去添加了 那这一会儿的话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准备把这个类似的给弄出来 类似的点Push 往这里面添加一个对象 这里面这个损引值的话 就是这个G 就这个Letter A22 这样一个G 这是咱们的这个损引值 然后的话 那就是咱们这个类似的数组的话呢 是不是咱们这个新取出的这个AR 当然这个条件来说的话 应该是判断 如果这个数组的长度是大于零的 不等于零的情况 AR.Lens 是大于零的情况下 再往里面去添加 要不然将来你的数据里面 会有很多的空数组 岂不是很麻烦 最终 咱们打印一下 这个叫 New Lace的这样一个数据 那这样的话 你可能就成功了 咱们最后在这个Fall循环 最后之外 这个地方打印一下这个叫New Lace的这样一个 那么最终的这样一个数据 把其他几个都给它注释了 这些这些都没有用了 所以在这块 咱们看一下 是不是取得这样一个格式 我最后给你这样格式的话 按照这样一个数据结构 你能够把这个东西给辨定出来呢 咱们看一下 打开之后的话呢 这个数据里面一共有22个数据 估计是有几个城市 是没有的 对应的以A开头的 对应的里面有六个 以B开头的里面的话 应该有这17个 对不对 随便挑一个以N开头的 里面的话 有这个10个N开头 南京南通宁波 对不对 确实是这样的 好用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就关键的这个写法来说 其实有很多写法 我这里面的话 就是纯粹的靠什么来做的呀 靠这个 这个先自己便利的这样一个26个字母 没有用传统的这种实验方式 对吧 直接写出来 咱们使用了这个Xcode 给它转换回来的 26个字母写完了之后 接下来的话呢 在这一块 对吧 进行的这样一个随影判断 以A开头的全部的给我过滤出来 这是FiyoT的一个用法 首字母是A的 拿出来 放在一个数据里面 只要这个数据有值 赶紧的往咱们这个外面的数据里面 Push进去 OK 第一个数据进来了 以B开头找到之后 再赶紧的Push进去 所以最终生成了这个值的话呢 就是咱们最终要便利的这样一个值 只要拿到这样一个结构来说的话呢 我就会把这个位杆Fall欠套 就能写出来了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呢 后端既然不愿意给我们去 把这样一个结构做出来 我们只能自己在前端 硬实把这个结构给转换出来的 那这一会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值复制给DataList的了 DataList 对吧 在这里的话呢 就可以拿到这个值的NewList 当然在这块我们可以Return出来 这是一个 只是转换了一个算法 我们把这个值给它Return出来 Return一个NewList的 是不是整个这个数据算完之后 专门的一个算方法 这个算完的方法就返回的是一个List的 我们在这一块就可以把我们那个DataList的 在这里了 复制上去了 那你想一想 是不是最终拿到这个DataList的 就可以做咱们最终的这一个页面 不取了 OK